哈喽,大家好,我是游戏爱好者赫茨,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四位游戏主播,他们的视频播放量不是一般的高,已经过了亿的视频播放量,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有多高了吧,而且这播放量还是合集播放量,什么是合集呢?就是好多个视频成立一个类型,比如说合集,那么这个合集里面都是关于挑战秀的视频, 所以视频播放量拥有过亿的主播肯定都是大主播,而且都是百万粉丝或者是千万粉丝主播,能做到这一步也是非常的厉害,好了,话不多说,我们先来看第一位主播,第一位主播陈大白,视频播放量三个亿也是非常的厉害,我们来看一下视频。 有马杀,前面有马杀,哎哎哎,哥几个,姐几个,为了我陈大白的江湖地位,你们三个人等会儿关站可好,我只需要60秒,这块的敌人全部放倒,好好好,可以停了,可以停了,可以停了,带,富人之剑,四号,靠边停车,关键之时,你得听爷们的决定,此时此刻,我内心藏你的王虎不化而出, 因为这个游戏只为胜利的王虎,敌人找茬非要比我动作,我来东北地马夫,谁露头儿,就把谁打呼,嗯,还有谁,来啊,把你们全都射成,关王兔,第二位突击手秘欢,也是成功靠挑战秀将视频播放量达到一亿,来看视频。 今天我们天然只用沙漠防护动物资赢一下这局,有人啊这边,对不起了兄弟,没有恶意,但是,哎,我是不是来过这边,哎,不对,这是另一个出口,这边是搜了是没搜,这边没搜是吧,但是这把M94又搜成上屎,这边搜了,经过,晕头转向一段猛搜,最终一套防具,一把一万匹, 两百多发,点四五,一套打公仔,霍露我的AK套装,五个急救宝,二十个绷带,两拼红鸟,有点想象。 第三位呢,也就是炮心大怪,靠着玩过多款游戏视频,将播放量达到2.5亿,来我们看一下视频。 老外逼,今晚要注意你好,我是炮心,今天我们来把紧张刺激的舆论模式高资源,大波罗准备就续,小伙子快出来吧,还不快参见G港港主, 哎,说实话炮心已经很久没有去G港了,最近G港太不太平啊,有没有小贼闯进来啊,要是有兄弟被欺负的话就告诉我呀,明天我就带狗甜心杀回去啊,兄弟们有难,我必须要出手相助, 我们先把Z城给血洗一波,大波罗太好用了呀,简直是屠杀神器。 第四位狙击手麦克,靠着自己出色的狙击枪,将视频播放量成功提到了几个亿,来我们看一下他出色的狙击枪视频。 这辆马萨拉蒂好嚣张呀,在这条主干道上来回飙车,肆无忌惮地调戏我们,你看他也掉头回来了,是可是,叔叔婶婶他爷大娘也忍不了呀,该活该,难以调戏我们,你以为可以辆马萨拉蒂这个老子鸡吗? 就这样,这只狂妄自大的四人小队,被我们围起来一顿胖揍跌倒在地,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。 疗伤完毕,我们开心填包,顿时又对这只四人小队有了新的观看,好冷呀,一下子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多好东西,我想就是那传说中的真爱也不过如此。 接下来,我这三季都好看吗? 嗯,不理我,我想这一定是嫉妒,你看多么的帅气。 可惜,帅不过三秒我们也跑多了,幸好这里还有他马萨拉蒂。 嗯? 该死,这是谁干的,怎么把这车踏爆了? 没办法了,现在追究责任也无意义,目光所及,即将有一辆载机的轮廓,希望状态良好。 那么小伙伴你们更看重哪一位主播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,最后视频末,小伙伴们记得,留言点赞关注,谢谢,我们下期见,拜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